这是持地菩萨 持地菩萨从地大上修 持地菩萨就是修路 做功德 那么在佛的典化下 从修外面的路到修内心的路 然后从地大上再解脱 这也是从福报上而获远同的持地菩萨 月光菩萨从水大上成就的 月光菩萨大家都愿讲 因为特别电影化修行过程 月光菩萨在修行水观三摩地的时候 没完全修行好 只能观自身是水 但是水还没有变空 这时候有个人一看 屋里怎么都是水 扔个瓦片进去打个水响 结果月光同子修行之后 就觉得身体特别难受不舒服 自己又不知道 我修行这么好了 怎么还能够身体这么难受呢 别人去观察 原来是你修行的时候 别人往那摊水里投了个石片 然后他找到那人说 我在打坐变成水 然后你在那水里把你那个石片 那个瓦那片瓦你把我捞出来 结果他入定时候 别人一看又是一摊水 把水中扔那个瓦片拿出来了 他出定之后 身体好挺有意思 这个故事 他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他是观水 观水成为三位的水观 当时他那个水观 这当时比较流行的修法 流行的修法 因为在印度那地方比较热 大家水观土观还有火观 这都是常修的方法 当时那个提帕达多就不知道这些修法 佛陀不教他 他教他之后他出太多神通 反而迷惑众生 结果提帕达多找舍利福 舍利福不教 穆基连不教 然后他找这个阿南 阿南呢 就不太好意思拒绝他 知道佛陀不想教他 但他不太好意思拒绝他 然后阿南就教了这个 提帕达多这个水观火观 这几个观 五大观 应该阿南修都是五云五大观 结果提帕达多修行有野心 也是这种动力 修行比阿南精进 修行的特别好 修的水观火观那几观 这个七大观 修行的其实是出了很多神通 就觉得自己神通非常大了 可以自己跟佛陀分离阿南 就搞生团分裂 认为自己是可以替代佛陀 最后一错再错 最后分裂生团 最后下地域 当时佛陀也批评阿南 那你怎么可以教他呀 你教他他就因为自己做坏事 就形成条件了 还批评阿 所以说这个水大观 当时修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避兹然是说中途的 操作出来的 是什么 达担作出来的 你还是修行的人还是在一起 去他们这货运的 有什么 已经更加可怜的 我认为我们在冠中说